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入冬最强寒流持续发威,桃园世纪复兴区拉拉山神木区持续降雪,山区最高白雪覆盖超过30公分,今天凌晨开始海拔约700公尺的东眼山森林游乐区也降下出雪,尤其在海拔最高1212公尺的瞭望台附近积雪超过2公分。 由于往东眼山的桃119线道路未管制车家挂雪链上山,中午过后游乐区内涌入约600名前往追雪,上雪游客。 依据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,此波寒流影响至少至明天6日,各地气温出现10度以下低温。 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欲请上山赏景赏雪游客,务必注意保暖欲寒,因为路面积雪踩过后会结冰要注意失华外,除了往东眼山上位管制加挂雪链,请往拉拉山神木区的车辆,务必加装雪链。 但两园区均在下午5点官员,提醒游客注意入园时间,拉拉山管理站统计三天以来入园游客超过5000人,这已打破以往淡季的游客人数。 此外,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虽于今天上午7时起开放台7线下80到西村路段,限制夹挂雪链车辆上山,应预估至明天凌晨气温将降至摄氏0度。 该路段路面可能出现结冰积雪情形,第一区养护工程处预定于今天下午6时至明天上午7时进行排期限47公里下80至60,7公里西村路段的预警,信封路作业。